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在股市中有一句話 講得非常響亮 叫做山頂上完有誰能贏 底部進場不贏也難 這個一定要跟永年副總來討論 因為副總在股票上 三四十年對不對 這應該算你的晚輩 對 不好意思 他比我晚一點進場 他最有名的就是這兩句話 真的 這副對聯 是不是 這個對聯 當時在民國八十六七年開始 掛這副對聯 掛到民國九十幾年 這個對聯少了橫批 少了橫批 對 副總幫他下一個橫批 千古傳人 千古傳人 對 他的重點就是山頂上完 股票你買在上面 買在頭補很難賺錢 但買在底部 穩鑽 穩鑽不賠 重點是頭部怎麼分辨 我們來看一下副總 頭部有很多種 是多了 技術分析有學過人都知道 有頭肩頂 有三重頂 雙重頂 什麼V頂 有圓形頂 對 什麼對稱三角形也來 擴散三角形 三角形 有菱形 蟹形 這個字怎麼唸 矩形 矩形 對 航不賠當有十幾種的頭部 十幾種 非常多 所以頭部很難抓 非常多 其實 因為頭部區 這個頭部看起來 我們現在看 他就是一個頭部對不對 事後來看這就是頭部 對 可是等到他真正出現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他是不是在一個整理型態 因為頭部都是從整理型態出來的 就是整理沒有整理好 整理失敗就變頭部 整理成功就變底部 就變成一個盤整區 然後整理成功 然後開始往上再走一波 所以在這個是不是頭部的時候 在整理的時候 非常非常難判斷 所以大部分 連你都覺得很難判斷 我覺得還好 等一下我就會跟大家講 為什麼我覺得還好 可是大部分的人 像我自己在做股票 在做前大概25年的時候 我經常會被他們搞混 就是覺得 這裡到底是盤整區 整理完之後 還要再大漲一波 還是在這邊整理完就做頭了 可是這個頭部 他不是看型態 你等到型態完成的時候 他已經做頭了 而且經常是怎麼樣 頭部一完成之後 他是用崩盤的 直接破警線之後一路 對 他直接跳水 你那時候要出的時候 根本來不及了 所以在過程當中 你就要有心理準備 對 沒有錯 你教大家怎麼樣準備 這個頭部的可能性 好 我們這個有不傳之密 我們看一下副總的資料 對 好 再看下一張 頭部跡象 頭部有底下六個跡象 六個跡象裡面 大概出現四個的話 那就差不多了 六中四 六中四就差不多了 義不願意了 對 第一個跡象叫什麼 It's party time 歡樂時光 怎麼樣歡樂時光 就是這股市一路往上衝 然後所有人都已經失去警戒心了 然後都覺得說 我現在不買的話 真的是對不起這個祖宗八代 每天新聞都說 大家去看豪車看洋房 對 大家去看房子對不對 先去看房子 然後再過來看股票 看完股票再去看車子 對 在民國七十幾年的時候 都是這個樣子 所以氣氛是非常樂觀的時候 非常樂觀 然後每個人都是眼睛閃著金光 然後看著遠方 然後做很大的夢 是 這個情況跟底部的情況 完全不一樣 剛好相反 底部是怎麼樣 大家都會覺得絕望恐懼 就去那個8523的時候 8523的時候 對不對 大家覺得絕望恐怖 還有掌聲過程之中 大家會戒慎恐懼 現在我已經長太多了 大家會很怕 可是在頭部的時候 絕對沒有人害怕 這是第一點 然後我再跟大家講一個 就是當初從8523到1萬1 1萬2的時候 大家還記不記得 每個人都講說 不怕1萬只怕1萬1 要怕1萬2過不去 可是到了1萬7的時候 大家還怕不怕 就怕了 每個人都在看2萬 直接1萬8 1萬9 直接跳過看2萬 所以要小心一點 然後第二個是從 買5賺5到買5賠4 這是什麼意思 你在底部的時候 我只知道這個莊家連5拉5 對 你在底部的時候 買5支股票 你隨便買5支股票都賺 這個就不告訴你 他是在底部 真的 買5當股票 然後5黨都是正報酬 對 就是底部 你再等到一路買上去 等到有一天 你買了五檔股票 四檔都賠的 你再換股都沒有用 怎麼換都是賠 對 你就要小心了 OK 好 然後第三個利多雲集 可是股價不動如山 利多出進 對 就利多出進 現在我們看到航運股 大家還是很害怕對不對 鋼鐵股當然很害怕 可是你會發現 他只要有利多出來 股價是有反應 對 所以看起來還沒見到重複 有道理 OK 第四個 成交量持續放大 股價原地踏步走 量大不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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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大不漲就表示一定有人在出貨 對 是不是 所以我們再講 航運股跟鋼鐵股 最近大家沒發現 他們只要有出量的話 幾乎都是漲的 對 那哪一天量大不漲的時候 量大不漲就要小心 尤其是如果量大 它反而不但不漲 有很長上影線 然後收很長的黑K 做個避雷針的話 那更要命了 好 第五個 那也是形態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形態 他做M頭 什麼圓弧頭 V型反轉 那就要小心一點 這個叫非常小心 頭部型態 一旦跌破幾線確立的話 那就要小心 第六個是 第六個是 一波漲幅比一波小 什麼意思 這一波 第一波的漲幅 一漲 漲個一倍 彈整了一段時間之後 再漲第二波 剩下50%了 力道變弱了 就一波的漲幅 比一波小的時候 對 等到最後一波是怎麼樣 噴出 它噴出 那時候大家就開始追 對 對不對 然後就結束了 反而就是頭部 對 目前這六個條件 台股好像也沒有完全 還沒有完全出來 對 還不到四個對不對 對 還沒有完全出來 所以到目前為止 我是覺得說這個盤 應該還沒有完完 尤其是呢 這個傳統產業 好像還沒完完 意猶未盡 對 好 非常謝謝勇林副總 帶來這個 頭部跡象的一個教學 大K今天要分享一個好消息 那就是 財經大白話YouTube頻道 訂閱已經突破十萬人囉 那希望大家 持續支持我們加入訂閱 成為我們財經大白話的一員 一起在股市中成長 不管你是 財經小白還是 投資老手 天天都有消息跟您做分享 讓你的存款數字跟手機號碼 一樣長 到處